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觀眾朋友大家好 您正在收看的是 由東南衛視海峽衛視 並集直播的《海峽五報》 我是小莉 我們一起來看新聞 據台灣媒體援引日本 獨賣新聞的報導稱 日本政府考慮到所謂台灣有事 決定將在沖繩縣宮古島 修建防空避難所 報導稱 未能夠在今年年底前 制定有關避難所性能指南 日本政府最快將在今年夏天開始 聽取專家的意見 台媒引述日本獨賣新聞的報導稱 日本政府在2022年12月 通過新版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 三份安保政策文件 其中提出強化保護國民的體制 並明確以包括宮古島的西南群島為中心 確保建立各種避難設施 獨賣新聞聲稱 日本西南島嶼中的 宇納國島距離台灣地區大約110公里 一旦大陸所謂武力犯台 日本西南島嶼可能受到影響 今年6月 宮古島市政府已向日本防衛省提出財政支援的請求 將預定興建的體育館地下室作為避難所使用 報導提到 除宮古島外 日本政府也將緊速在宇納國島及石原島上修建防空避難所 對於相關報導 有黨內網友在台媒評論區留言表示 日本一再炒作所謂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風險卻要留求人來擔 太不負責任了 另一方面 針對獨賣新聞23日報導的消息 一些日本網友也感到擔憂或不滿 有人指責 為了不讓有事發生 本應該優先外交 但無能政府成為美國的附庸 不在外交方面作為 要求立即辭職 有日本網友質問 這個國家是打算再次將沖繩變為戰場 將市民捲入戰爭嗎 一段時間以來 日本政客頻繁炒作 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中國駐日本大使吳江浩此前表示 故造所謂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既荒謬又危險 把純屬中國內政的事物 同日本的安全保障扯在一起 邏輯不通 一害無窮 如果日本被綁上分裂中國的戰車 日本人民將被帶入火坑 馬英九基金會邀請大陸五校 37位師生到台灣展開為期 九天八夜的訪問交流行程 23號中午 帶著滿滿的收穫 大陸高校師生團結束行程 從台灣桃園機場返回大陸 23號中午 大陸高校師生團一行圓滿結束 在台灣九天八夜的交流參訪 搭機返回北京 這趟行程不僅讓大陸師生難忘 馬英九也感觸很深 他表示 這只是一個開始 未來希望每年都舉辦 兩岸青年學子互訪 讓海峽兩岸年輕人多交流 多認識彼此 馬英九還表示 未來馬英九文教基金會 作為兩岸交流的平台 除了將持續辦理兩岸青年學子互訪 也將進一步推動兩岸大學校長論壇 讓兩岸的大學校長有機會交流高等教育的各項理念 北京大學黨委書記好評也表示 大陸的高校非常希望能與台灣大學多交流 大陸一定高度支持這項很有意義的倡議 在訪台行程的尾聲 22號下午大陸高校師生團一行 來到新北平溪老街放天燈 他們在天燈上寫下心願 共同許下美好祝福 除了對自我的期許 不少人還寫下了兩岸和平 國泰民安等字 看著天燈飛向天際 希望心願能夠實現 中國國民黨黨員代表大會7月23號上午 在新北市板橋體育館舉行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宣布 正式通過提名新北市長侯友宜為 國民黨2024台灣地區領導人參選人 朱立倫說 侯友宜是經過公平的投票通過的參選人 國民黨要憑2024翻轉台灣 要結合每一份力量 建立一個施政大聯盟 請問現場所有的同志們 我們本黨徵召侯友宜同志 贊成的請起立 現場朱立倫帶領國民黨提名的 2024台灣地區領導人參選人侯友宜 以及明代參選人上台造勢 包括高雄前市長韓國瑜 不合體營造團結氣勢 侯友宜表示 民進黨上台造成兩岸兵凶戰威 還有政治貪污腐敗 弊案黑金事件層出不窮 要下架民進黨反對台獨 要為台灣創造更和平安定繁榮的未來 而在黨代會開幕前 侯友宜特地在路口等待韓國瑜 並被四年前選舉的事向韓國瑜道歉 四年前她在選舉的過程當中 侯友宜做得不夠 她對她很難受 在中國國民黨推出的候選人 侯友宜先生的領導之下下架民進黨 台媒稱近來侯友宜造勢一場接一場 藍營支持者陸續歸隊 似乎看見了整合曙光 韓市長 盧市長跟侯友宜 從以前到現在 我們一樣有共同的信念 讓台灣能夠永續繁榮 中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23號表示 為贏得2024選舉 要建立一個和平安定 公平正義的大聯盟 這番話也被台媒解讀 是在跟台灣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喊話 要合作 要下架民進黨 朱立倫繼非力大聯盟後 又拋出了新名詞 未來執政之後 我們還要大家共同 建立一個和平安定 公平正義的執政大聯盟 朱立倫喊出要組建大聯盟 這似乎也跟柯文哲之前拋出的觀點 有些類似 那對內就是聯合政府團結台灣 朱立倫和柯文哲的言論 也讓藍白河的聲音載起 三黨不過半的機會很高 還是那句話的 還是要價值啊 政策啊理念的相合 這方面的討論應該要再多一點 柯文哲開出條件 只要理念一致 要合作也不是不可能 而有國民黨基層人士 也贊同藍白要合作 我覺得在於合作 第一個要有一個政策的 互相的共同的意見 所以那需要一些政黨領袖 一直不斷的磨合 朱主席今天這樣的一個說法 我倒覺得他是往中間做了一些移動 因為過去他可能是講非綠聯盟 藍白有沒有機會合作還要再觀察 目前台灣民眾黨正在積極拼選舉 柯文哲23號接連出席了 平東縣和高雄市的選擇支友會成立大會 柯文哲在會上闡述自己參選 台灣地區領導人的理想 柯文哲表示 要從台灣南部出發北上 改變台灣未來 國民黨在黨代會上提名侯友宜 而台灣鴻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 當天在臉書上發文 稱真實的民意永遠大於黨意 並強調自己 雖千萬人無王毅引發外界的聯想 據台灣媒體報導 郭台銘23號在臉書上發文表示 真實的民意永遠大於黨意 看得越多心越堅定 台灣人民需要改變 他就是要扮演帶來希望 也帶來改變的角色 一定不會讓大家失望 隨後更帶有玄機的在留言區 貼了一個票鬼 一隻老虎 那個老虎指的是你嗎 謝謝你們大家 我到華人去參加活動 我想回來再給大家報告 對於郭台銘的發文 侯友宜23號回應說 他會團結所有人的力量 最重要的是信念一致 既然信念一樣 那就團結在一起 過去有很多的流言非語 那些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要我們怎麼樣跨出大步 能夠接納各方 能夠整合所有非律 不是只有國民黨或是民眾黨 或是應該是還有其他各個方面 郭董一定會做最好的決定 據台灣媒體的報導 台軍漢光39號實兵演習 今天上午登場 演習將持續到28號 但是在演習之前 台軍又出意外了 據台灣媒體報導 漢光39號的演練重點科目分別是 25號在台東民用豐年機場 驗證備援起降及整補作業 將有F16V戰機C130H運輸機起降 26號首度在桃園國際機場 進行為期約一小時反空機降演練 屆時桃園機場將空域管制 27號將在新北巴黎海灘 台北港及淡水河口 進行聯合反登陸操演 根據台防部門的公開信息 此次演習區分所謂戰力保存 海上捷機與護航作戰 本土防衛作戰等三大重點 演習首日 在台軍聯戰指揮中心 也就是恒山指揮所下達演習命令後 首先驗證所謂戰力保存 台灣各海空軍基地在開戰時 控成首要攻擊目標 駐防在西部各空軍基地的軍機 巡力轉場至花蓮佳山基地 台東制航基地 藉由基地洞庫進行戰力保存 海軍艦艇也離開駐地 緊急出港前往海上指定戰術位置 集結待命 台海空軍的機動導彈車 也機動至指定地點 台軍正在進行漢光演習 但就在演習前夕 台軍指揮部的指揮管理系統 卻出了意外 據台媒報導 台軍聯戰指揮中心 及空軍作戰指揮部 17日發生電路中斷 喪失部分指管功能的狀況 造成監控軍機動態一度掩盲 台湾中時新聞網報導稱 事件發生的原因 是因為台所謂中山科學研究院 外包廠商疏失 針對該事件 台軍方23日回應稱 台軍指管系統 都有多重備援應變手段 17日因系統異常 所導致部分一般電路中斷 僅直通語音及數據傳輸受影響 不影響航技顯示及指管通聯 以低時間掌握並執行緊急接替 並通知台所謂中山科學研究院搶修 台中科院則稱 全系統隔日早上6時恢復正常 不過此事仍在島內輿論引發反響 有台灣網友在相關新聞下方留言表示 這都能外包 鴨子聽雷 裝模作樣 不意外 可笑 颱風杜蘇瑞持續逼近 台系統單位預估颱風將在本周三到周四最接近台灣 值得注意的是 這段時間適逢台軍漢光39號演習 台防務部門表示 密切注意颱風動向 颱風杜蘇瑞持續往台灣逼近 預估威力將繼續增強 風圈半徑也持續擴大 從25號開始就會受到它的颱風外圍緩流影響 那到26到27 也就是禮拜三禮拜四的時候 將會是這個颱風最接近的時候 那影響是遍及全台 颱風最接近台灣的時候 適逢台軍漢光39號演習 其中台東25號及27號操演勢必受影響 對此台防務部門發言人孫立芳表示 會密切注意颱風實時動向 並隨時做好相關應處及調整 目前操演時間尚未變動 除了台軍漢光演習可能受到影響 台灣民眾也紛紛改變出遊行程 據島內業者統計 目前出海賞金行程取消人次已經有近三成 判斷大概這幾天開始就會有長浪的現象發生 不會強迫告訴大家說 你放心你安啦這樣子 還是會以客人為主 如果他要取消 我們就會全額退廢 另外宜蘭花蓮地區飯店業也受到衝擊 目前退房量大約佔到10% 延期或取消的則是約5% 以往常的經驗 只要海上颱風發布 開始下雨就是退房潮了 這樣子的遊客大概佔了幾層 大概會將近5層 日前 民進黨籍新北市議員林炳佑揭發 台軍戰術背心的防彈板 又無法抵擋子彈的重大瑕疵 22號 林炳佑再度爆料 台軍的防彈板 盡可用刺刀刺穿 他嘲諷 難怪台防武部門主管邱國正 堅持要台軍好好練刺槍術 直接刺 直接刺 底下沒有任何東西 底下沒有任何東西 過了過了過了 穿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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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進黨籍新北市議員林炳佑再度在臉書 上傳了一段台軍戰術背心防彈板測試的視頻 這次是用刺刀擊刺防彈板 結果又穿了 林炳佑稱 防彈板對刺刀攻擊的防護 並沒有測試標準 但台防武部門前幾天的回應 顯然惹惱了基層士兵 在沒辦法拍攝射擊測試視頻的情況下 他只好用刺槍進行試驗 林炳佑還嘲諷 台軍戰術背心的防彈板 不僅擋不了子彈 現在看來就連刺刀也擋不住 難怪邱國正堅持要台軍好好練刺槍術 對此 台防部門23號稱 刀尖能量密度遠高彈頭 減硬力方向垂直於纖維 因此與防彈完全不同 議員林炳佑挑動情緒 打擊官兵士氣 令人遺憾 不過 該視頻也引發島內各界熱議 許多網友紛紛留言表示 太誇張了 這個一定要處理 這是保命的裝備 這種裝備感覺很不妙 台軍的東西還要落後世界多久啊 還有網友稱 都什麼年代了還刺槍 怪不得沒人想當兵 連四個月都不想浪費給你 日前林炳佑就曾爆料 台軍戰術背信的防彈板 又無法阻擋子彈 徒手就能折彎等重大瑕疵 引發島內網友高度關注 大家好 我是小歐 您信賴的好物推薦官 全球發現的老年性黃斑面性是65歲以上人群的主要致盲染病 即使補充液黃素很重要 液黃素是我們眼球當中黃斑區的重要元素 人體本身是沒有辦法自動合成的 本單為您帶來的是藍莓液黃素支片 吸收率比普通液黃素高60% 平時有眼睛乾澀腫痛 怕光迎風流淚的 角膜炎的 飛紋症的 黃斑病變 白內障 青光炎的 一定要儘快用上 藍莓液黃素支片原價298元一瓶 每瓶90粒 可以吃3個月 今天為您爭取到二折福利 折厚到手一瓶60元 現在買三瓶再次一瓶 足足一年的液黃素加幣足還180元 每天才5毛錢 本單我們只備貨100組 電話已經開始搶線 趕緊撥打屏幕上的電話 跟著我一起團 上了年紀的眼淚液黃素急劇減少 再加上刷具 玩手機 都急需補充液黃素加維生素B 兩者黃金搭檔能夠改善 視力模糊 視力減退 眼乾眼色 黃斑變性等也不問題 眼睛每天需要充足的液黃素營養補充 我們這款藍莓液黃素支片 每天僅需一粒就可以補充一天所需 本當為您推薦的藍莓液黃素支片 每瓶90粒可吃3個月 原價298元一瓶 本當兩折福利 最終到手價格一瓶只要60元 現在買三瓶再贈你 足足一年的液黃素加地足才180元 最後50組電話正忙 庫存急劇下降 授慶之後恢復原價 趕緊撥打屏幕上方的熱線電話 跟著我一起團 歡迎回來 這裡是東南衛視海峽衛視 並集直播的《海峽舞報》 我們繼續來關注 此路風采如意甘肅 海峽兩岸記者聯合採訪活動 22號採訪團行進到了敦煌墨高窟 這個在歷史的長河中 意義生輝的地方 它的神秘對於兩岸記者來說 有著足夠的吸引力 東煌墨高窟是誕生在 古代絲綢之路上的無價之寶 是建築 彩塑 壁畫 三者結合的立體藝術 而走進它們 我們有路有了一把 開啟歷史的鑰匙 用這把鑰匙打開了一千多年來 每個朝代的大門 敦煌石窟藝術作為世界文化瑰寶 有著千餘年的歷史 不同民族與多種文化 在敦煌交會 交流 交融 形成了多姿多彩 豐潤厚重的敦煌文化 據了解 近年來 以敦煌石窟為主題的展覽 也曾經走進臺灣 對於廣大臺灣民眾而言 敦煌文化充滿著神秘的氛圍 和浪漫的情懷 百聞真的是不如一見 其實臺灣人對於敦煌 一直都是有一種很神秘很嚮往的 一個事情 兩岸的這個敦煌的相關的交流展覽 是非常的 在臺灣很受歡迎的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 中華文化的一個博大精深 然後它可以流傳於世 走過蘭州 武威 金昌 張業 九泉到東煌 為期九天的海西蘭記者 甘肃行收穫滿滿 就像臺灣的媒體同步人說到的 以前只是在書上看到過 古絲綢之路 現在親自走一回 無疑喚起了情感的連接 千百年的文化底蘊 也賦予了眼前美景更深的美意 在一周多的時間裡 我們走訪了四處之路上的代表性城市 領略到它深厚的人文底蘊 也感受到了他們非常富有活力的 經濟社會的發展狀況 而且很驚喜的是 我發現在這次採訪當中 我遇到了很多 之前在駐典採訪 遇到的很多新朋舊友 也會一起分享 對於此行的觀察 這次兩岸記者聯合採訪 形成1100公里 大家都覺得不需此行 很有收穫 對甘肅的了解更加的全面 更加的立體 從歷史的甘肅 走進了現實的甘肅 也從歷史的大陸 走進了現實的大陸 我想這都很有益增進 兩岸同胞之間的互相了解 也能為兩岸的和平發展 積蓄更多的正能量 好的 接下來到了廣告時間了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大家好 我是小歐 您信賴的好物推薦官 全球發現的老年性黃斑面性 是65歲以上人群的 主要致盲染病 即使補充葉黃素很重要 葉黃素是我們眼球當中 黃斑區的重要元素 人體本身是沒有辦法自動合成的 本單為您帶來的是 藍莓葉黃素支片 吸收率比普通葉黃素高60% 平時有眼睛幹涩腫痛 怕光迎風流淚的 角膜炎的 非紋症的 黃斑病變 白內障 青光眼的 一定要儘快用上 藍莓葉黃素支片 原價298元一瓶 每瓶90粒 可以吃三個月 今天為您爭取到二折福利 折厚到手一瓶60元 現在買三瓶再幾瓶 足足一年的葉黃素加幣足 還180元 每天才五毛錢 本當我們只備貨100組 電話已經開始搶線 趕緊拨打屏幕上的電話 跟著我一起團 上了年紀的眼淚葉黃素 極具減少 再加上刷具玩手機 都急需補充葉黃素加維生素B 兩者黃金搭檔能夠改善 視力模糊 視力減退 眼乾眼色 黃斑變性等也不問題 眼睛每天需要充足的 葉黃素營養補充 我們這款藍莓葉黃素支片 每天僅需一粒 就可以補充一天所需 本當為您推薦的 藍莓葉黃素支片 每瓶90粒可吃三個月 原價298元一瓶 本當兩折福利 最終到手價格一瓶只要60元 現在買三瓶再贈你 足足一年的葉黃素加幣足 才180元 最後50組電話正忙 庫存急劇下降 授慶之後恢復原價 趕緊撥打屏幕上方的熱線電話 跟著我一起團 爬上火 爬上火 爬上火和家獨堡 公眾的心事 繼續享受生活 爬上火和家獨堡 爬上火和家獨堡 歡迎回來 這裡是東南衛視海峽衛視 並集直播的海峽五報 我們來關注國際方面的消息 蘇丹武裝衝突自4月15號爆發以來 已經持續超過三個月 戰火下的民眾面臨糧食短缺 斷水斷電缺衣少藥等困境 人道主義局勢持續惡化 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 蘇丹項目官員23號表示 當前蘇丹大約一半人口 需要人道主義援助 其中包括大量兒童 蘇丹武裝衝突 對當地的基礎設施造成了嚴重破壞 很多戰亂地區的水 電 燃氣供應中斷 食品 藥品嚴重短缺 大部分人失去了工作和收入來源 很多家庭每天只能吃一頓飯 勉強維持生存 據聯合國統計 蘇丹全國包括1300萬兒童在內 有2470萬人需要人道主義援助 約佔蘇丹總人口的一半 這個人的問題其實非常嚴重 目前有19萬萬人 病毒不安 這情況下將會更好 再次鬧鬧 WFP是非常嚴重 尤其是西方的區域 目前為止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 自苏丹武装冲突爆发以来 该机构已经为140万人提供了粮食援助 目标是在今年年底前 为590万人提供援助 但当前苏丹冲突双方均未给予人道救援人员 充分的安全保障 世界粮食计划署在苏丹的多个物资储备仓库 也被抢劫一空 这给人道救援行动造成了极大困难 联合国官员近日多次对达尔夫尔地区的 大规模暴力和人员伤亡情况表示担忧 并指出冲突出现了攻击特定族群的倾向 目前该地区已有大约23万人逃往国外 其中绝大部分进入邻国乍德境内 据世界粮食计划署统计 从苏丹进入乍德的儿童中 有十分之一处于营养不良状态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 来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当地时间23号晚 伊朗军队举行第11届天空卫视空军军事演习 本次军演发言人鲁德巴黎表示 当天的演习成功实现了加油机 在低空为F-14战机空中加油的行动 鲁德巴黎说 利用不同型号的导弹和火箭弹等武器 对不同高度不同速度的空中目标进行打击 也是本次演习的重要内容之一 伊朗军方表示 本次演习旨在确保可持续安全 发展和巩固地区关系 以及保护伊朗空中边界 通过此次演习 伊朗向地区国家传递有意和平和安全的信息 据日本每日新闻23号报道 由该报进行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内阁支持率 从6月的33%跌至28% 自今年2月以来首次降至30%以下 不支持率为65% 比上个月上升了7个百分点 这项全国性民意调查是通过电话方式进行的 据报道 今年3月以来岸田内阁支持率呈上升趋势 5月在广岛召开七国集团峰会期间 一度升至45% 但此后支持度不断下滑 除福岛和污染水排海问题外 国民数字身份证系统改革不利 也是民众对岸田政府不满的主要原因之一 据韩联社23号报道 由于受到低生育率影响 韩国军队人数近年来持续下降 韩国国防研究院2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 截至去年底 韩国军队实际兵力仅为48万人 韩联社报道称 韩国军方计划到2027年 将常备兵力名额保持在50万人 但实际兵力可能难以回升至50万人 报道称 韩国现役官兵数量骤减 主要和低生育率导致适离男性人口减少有关 近日 希腊各地因极端高温 干燥和大风天气发生数百起野火 其中包括希腊东南部的旅游圣地罗德岛 报道称 因为野火 截至当地时间23号 有约1.9万人被转移到安全地带 据法新社报道 游客被安置到体育馆 学校 会议中心等设施 报道称 这是该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员撤离行动 雅顶通信社说 目前有266名消防人员 数十辆消防车 十余架飞机 在罗德岛参加扑火行动 克罗地亚 土耳其等国提供了援助 夏季天气炎热 伊朗古城亚兹德是世界上夏季最炎热的城市之一 但这里的居民却不太依赖空调降温 而是利用一种古老的建筑 风塔 在伊朗中部 古城亚兹德各地树立着高高的风塔 据介绍 这些如烟囱一般的建筑 四面镂空 可以将来自各个方向的风引进塔中 不仅如此 风塔下面建有水池 温度较低 室外热风经过塔身吹到室内 再通过水池降温后 飘散到各个房间 为居民带来阵阵凉风 在道拉塔巴德花园 有一座高达33米的风塔 它是世界上最高的风塔之一 道拉塔巴德花园的负责人马基德表示 这种降温方法非常环保 因为它既不使用电力 也不使用化石能源 就要涉及到高科技的时代 风塔的出现恰恰证明了 简单的设计 也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解决方案 好的 今天的海峡五报就到这了 我是小丽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 是总书记向我们发出的伟大号令 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这是我们作为中国人的 武器 志气 底气之所在 也是我们保持乱云飞住 仍从龙的战略定律的根基所在 马克思主义跟中国传统文化 高度契合 三观高度一致 大道全封 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推动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童话呢 伯伯吃饱了吗 吃饱啦 还是那记不 CPA 服务员姐姐 你好 我要一个打包裤 请稍等 来 给您打包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爸 妈 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 就不累 总是替孩子着想 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感谢观看